猪妈妈来做饭了 打开烤箱 烤一只火鸡 吃饭前要先洗手哦 乔治来吃饭了 还有佩奇 哈喽小朋友们 我是乐乐 今天我们来玩小猪佩奇的 积木玩具 同时我们来认识红色 玩乐三分钟 来拼装储物柜 装上柜门 另一扇也装好 好了 储物柜拼装完成 两扇柜门都可以打开 储物柜放这里吧 装上洗手池 还有水龙头 再拼装洗衣机 还有一块 放上洗衣机 装好顶盖 好了 打开洗衣机门 就可以洗衣服了 洗衣机在这里放好 还要拼装烤箱 还要拼装烤箱 右边挡板 拼上 还有左边挡板 烤箱的门也拼好 好了 烤箱拼装完成 烤箱放在这里 再来拼冰箱 拼上冰箱门 好了 还要拼第二层 也是拼上冰箱门 哇 这是双层冰箱哦 两扇门都可以打开放东西 拼装完成了 冰箱 冰箱放这里 还要拼好饭桌 是可以旋转的哦 拼上桌板吧 旋转饭桌 拼装完成 饭桌放这里 摆上烂菜 猪妈妈来冰箱拿食材喽 打开冰箱 拿好了 去做饭了 猪妈妈要烤火鸡 打开烤箱 开始烤吧 再来灶台这里炒菜 放上锅 开始炒咯 炒好了 佩奇来洗手准备吃饭了 乔治也要洗干净手 乔治做好 佩奇做好 开始吃饭咯 乐乐学习时间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佩奇的衣服 是什么颜色的吗 哦 你们看 原来是红色的 这个是红色哦 我们吃的苹果是红色的 还有西瓜也是红色的 你们要记住哦 拜拜